深毒一分钟 你的健康深毒馆 是谁在给脑子添堵呢 头号杀手就是心脏 先介绍风之腺心脏病引起的栓子吧 心脏分了四个房间 上面两个房间分别叫左右心房 负责存储血液 下面两个房间分别叫左右心室 相当于血液的泵房 血液被加压后奔向全身的血管 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二间半 就像放水的闸门 也能防止回流 在风湿热的作用下 门上长出了坠生物 这些坠生物会随着门的开火而透露 随着血液进入血管变成栓子 到了大脑 就会导致脑梗死 下面看看房颤 房颤就是心脏不能保持匀速的跳动了 比如说房颤的心脏一分钟跳了八十次 但上一秒跳一次 下一秒跳五次 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踩油门的时候 血流速度瞬间加大 把血管沉积物都冲了起来 跟着血液流出去 很可能就冲了栓子 身独是个宝 尝看身体好